再关心的是最新的连线消息 云林的麦寮有一处水域 被吊客发现一具浮尸 他的双手被手铐靠着 身体是严重的浮肿 而且身上没有任何的证件 警方调查他的尸体的这个身份 那么在19号的晚间 也有两名男子到警局来自首 他们说死者是欠钱不还 情况如何 我们连线请续佩晶来告诉我们 佩晶 好了 主播各观众在云林麦寮一处水道 在昨天被一名吊客发现 这水里面怎么会有一具男的浮尸 那么浮尸的双手是被手铐靠着 身体严重的浮肿 那么身上的衣着都还算完整 不过身上并没有任何证件随即报警 那么警方在海域上打捞这具男浮尸 目前是暂时放在停尸间 来等待家属来指认 他身上穿什么衣服 身上就穿黄色T恤上衣 黑色短裤 这些上衣有英文的图腾 就是SEA SPORTS 已经大约死亡多久 三十天 就在警方发现男浮尸之后 十九号晚上 云林警方是接获有两名男子 要到案说明自首 这两名男子公称说 因为死者欠他们三十万元不还 所以在谈判的情况下 他们原本只想要给他教训一下 没有想到死者是自己跳下海的 至于这个说法 是不是有这个真实性警方 是还要调查 首康男师呢 暂时宾可那么等待家属到场指认 以上是云林的最新状况 我们先将镜头还给彭丽主播